加拿大央行的第八次加息 把基准利率带到了4.5 这个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平均售价 在2023年1月开年 就又来了一个还比较明显的下调 可是这个跟很多经济 最近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 十几二十个offer的竞价现场 却大相径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Pris Han 我是多伦多安心卖房地产的创始人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2023年1月多伦多地产局数据月报 好,我们跟往常一样 用两张图表 大图是刚刚结束的1月 小图是在上一个月 2022年12月的市场数据 大图跟小图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月环比的变化 我们一共研究5个指标 每个指标的下部 有一个白色的百分比 这是观察期1月跟去年同期的一个年同比的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平均价 大多伦多地区所有房产内型的平均售价呢 在1月是继续下调 从上个月的105万呢 到了这个月的1038000 又来了一个12000的这个下调 那么成交量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冰点的水平 基本上跟上个月是一样 上个月是成交了3117套 这个月3100套 记住这个数字 待会我会对这个数字展开一个讲解 那么3100套这是一个极度低的这个成交量 因为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疫情期间呢 曾经出现过16000套这样的一个成交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数值是那个的20% 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萎靡的市场 在这个房源新房源的这个上市量上面呢 这个月倒是其实如果是比起上个月的话呢 是有明显的增长的 是上个月是4000套新加入市场的房源 这个月呢这个数值呢回到了7688套 虽然7688呢是比上个月有明显的增长 但是其实比起去年同期仍然是跌掉了3.7% 所以哪怕是第八次加息 我们仍然不能现在下判定说 已经有人恐慌性抛售了 因为至少它连去年的同期都还没有超过呢 但是由于这个成交量实在是太慢 所以我们在线的这个活跃挂牌量呢 已经高达了9300套 那么这个呢是去年同期的一倍多 这样的一个数值 所以市面上的这个库存呢是泛滥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库存呢 已经是三个月的库存 就是按照现在的销售速度 要三个月才能卖清市面上的所有可受房源 平均的在线天数也再次从上个月的27天 拉长到了这个月的29天 29呢这差不多也是 我有做月报视频以来呢 见过最长的平均在线天数了 一到房产平均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才会被买家买走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各个房产内型间的这个数值 平均价值下调了1万2对不对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多伦多市区这个数字 多么的惊人 上个月多伦多市区的这个独立屋 平均售价是162万7千 这个月呢如果看这里的数值呢 是148万6千多么惊人 十几万的一个下跌啊 那是不是市场已经血流成河呢 不要这么早做结论 我马上就带你们见分晓 Alter GTA呢这个数值 看起来没有像多伦多这个这么惊人 比如说独立屋上个月131万 这个月呢是130万 那么我们这个平均市场的这个下调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组数据 那除了多伦多市区之外 我还观察到了另外有一个城市呢 也在独立屋的这个售价上呢 出现了惊人的下跌 那这个城市呢就是华人熟悉的万景 我们看到呢 万景在1月份 2023年的1月份呢 独立屋的平均售价仅仅仅是1.656万 165万6千 可是上个月的12月呢 是178万5千 这是一个12万的下跌 就同样跟多伦多市区呢 是差不多的这个绝对值的下降 可是这个真的是跟我们在前线参加竞价的感觉呢 非常不一样 因为不单竞价中offer数字特别多 然后很多时候竞价的结果呢 也都发生了溢价 所以到底怎么会有这个大数据跟直观感受上的不一样呢 那我今天呢就引用一个观察价格变化的很好的工具 叫做MLS Home Price Index 这个MLS HPI呢 它能够避开就是由极少数的一些特别贵的这些房产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这个影响 就比如说你就这个比喻可以大家想象说 把姚明跟三个1米6的人放在一起 然后对他们做一个平均值的升高呢 这个出来的这个值不能代表这几个1米6人 他们的这个升高的状况 那么这个Home Price Index HPI呢 它就抹去了这些非常极端的 我们叫做outlier 这样的一些数字呢 对我们的中位数和平均值的一个偏薄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看HPI真正的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同一类型的房产 它到底是涨了还是降了 好了 那我们引用这个多伦多地产局的HPI来观察一下 到底在1月份 多伦多市区和万景的这个独立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万景在1月份的一个HPI 我们关注这一行 这个是万景的Single Family Detached 就是单户家庭的独立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个独立屋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个月之前它的价格呢 是180万06千 那么1月份2023年的1月呢 是108万8千 其实呢 不但没有降 还轻微的有2000块钱的涨幅 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是真正同一类型的房价 在苹果跟苹果比的情况下 其实万景的独立屋呢 在1月不但没有跌12万13万 而且是有轻微的涨幅的 好了 所以我们带着这个结论 再来研究说 为什么均价上面会有12万的这个跌幅呢 答案在这里 那数字比较小但不要紧 我们不需要看详细的数字 我们主要是来数数 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1月份万景卖出的这个独立屋 所有的独立屋的一个展现 在1月份呢 我们一共是成交了68套万景的独立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上至下价格的排序 那么最高的一套呢 是卖在了450万 那么接下来的是350万和200多万的 我们今天就只关注200万以上的房产 看在这个68套成交中间占了多少套 我们数一下 可以看到呢 一共是6套房产卖在了200万 好吗 记住这个数值 我们再来看12月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2月的这个万景的成交 12月的成交数值呢 跟1月其实相差不大 62套 62套的房产中间 我同样做了一个真实售价的降续排列 最高的是卖在了445万 那么最便宜的呢 如果是200万以上的呢 是刚好卖在了200万整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数一下 它一共有多少套呢 一共有15套 这个比刚才的6套呢 一共是6套呢 是多了一倍都不止 而且就是别忘了 12月份的成交数值 是比1月份少了10% 所以这16呢 在万景12月的成交中 占比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知道这个问题 为什么就是平均值 我们下降了十几万 但实际HPI显示万景 反而是轻微的这个增长 是因为房产具体的这个价格带的占比发生了变化 平均值下降了12万 并不是说万景整体的独立屋都在下降 只是说到了1月份 万景高价位段的独立屋呢 卖的更少了 主要活跃的成交呢 是在就是独立屋可能比较入门级的这个价格带的产品 100多万出头150万左右 所以呢 大家看平均值 一定不要直接跳进去结论 平均值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数值 我们一定要看它的这个数字背后的这个详细的信息 好了 那么万景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多伦多市区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同样是在HPI这个计算办法 就是房价指数这个计算办法下 我们来看多伦多独立屋的情况 一个月前 独立屋的平均价格是159万9千 那么这个月呢 1月份呢是161万2千 所以同样也是 其实不但没有下降了 是轻微上涨了一点点 再一次呢 为什么它的这个均价在外面显示的是跌了十几万呢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也是价格带的占比发生了变化 因为多伦多市相对于万景大很多的城市 我们就不去关心200万的了 我们就只看300万以上的成交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这个12月的情况 我这边同样呢 也是做了一个降续排列 我们看到呢 300万以上的房产 从这里开始 一共是32套 最低的这一套呢 是卖在了300万06千 最高的一套 1月份 12月当时有一个黑马 是1200套 估计是可能是像 Horace Hill啊 跑马进 Bridal Trail这样的一些房产 不管怎么说 反正一共的是32套 300万以上的成交 那么1月份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同样 做同样的变化 那么300万以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的一套呢 是655万5千 最低的一套呢 307万5千 看到没有 这个一共呢 只有20套 这两个月的成交呢 对于大多来讲呢 其实数值也是非常接近 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万景是一样 可是呢 就从刚才的30多套 这边到了1月份以下20多套 所以呢 结合这两个信息 我们只可以感觉到呢 就是多伦多市区呢 的情况 其实跟万景非常接近 同一个内型的独立屋呢 价格并没有跌 而是轻微的上涨 但是呢 它的这个利息 我们看一看到 就是利息最后一次升高 至少在1月份表现出来的情况呢 是说 贵价的房子呢 卖的慢了很多 导致它在整个的这个成交里面的 占比在极度的缩小 所以呢 很多卖出去的是中价位带 或者是低价位带的独立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我们发现到 它的总体平均价下调 但并不是 其实是相同的产品 它卖的更便宜了 只是贵价的产品 卖少了 所以显得均价在下降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当我们看数字的时候呢 不要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而不去深究它背后的这个原因 好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您在近期有买房卖房的计划 欢迎您联系我们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